在考試過程中我覺得遇到的困難就是心態調適的問題 這一整疊後或者書會覺得說自己有沒有辦法把它準備了完整 我能不能在考前把分數提高之類的 遇到這個困難的時候我是去運動 然後比較多時間可以跟自己獨處一下 讓自己跟自己對話說我已經準備好了可以面對這些挑戰 最棘手的大概是勞動三法 這三科其實關聯性都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三科是一起讀的 因為我不是本科系畢業的 所以我基本上觀念幾乎是零 所以就是要從頭開始建立那個勞工法規的概念 那讀書計畫我是有規劃說長期的讀書計畫 也是分為前中後長期 前期我是想說跟著上課進度 跟著老師的節奏然後去做筆記 然後中期就是說慢慢加入考古題 從選擇題的考古題開始練習 然後到後期的時候我是慢慢加入了生論題的練習 然後把選擇題的概念跟老師交流一些打題技巧 慢慢加入到生論題裡面 規劃出自己的結題模板 我對於市面上各大的呼吸班幾乎都有聽視頻然後人了解 自聽完三名的課程之後我覺得也是非常適合我 然後包含就是雲端上課也是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來詢問的時候為老師推薦我勞工行政這個科目 那我跟家人討論之後也覺得說 這課真的是還蠻適合我的領 就是讓我是進入公職的一個跳板 所以我才會選擇上課 廖正老師上課的時候會把法條跟十四結合在一起 讓我們能夠了解法條想要表達的意思 跟法條適用的範圍 那廖正老師也會在上課的時候 把重點法條整理成一串 然後讓我們能夠在課後的時候 吸收變成自己的功夫 那另外就是也會看一下廖正老師的YouTube頻道 就是廖正老師的YouTube頻道也是有包含時事跟法條解說的 就是讓我們能夠在課餘的時候 在精進自己 然後也可以了解說 老師對於現在時事的觀念與看法 也可以轉換成自己的想法這樣 那謝謝廖正老師 在配討過程中有三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點就是要保持一個健康的生活作息以及生存狀況 那第二點我是覺得說要不斷的練習 不管是生論題還是選擇題 那第三點就是說要保持一個正向積極的心態 相信說自己一定能夠上榜 也不要氣免這樣 那些大小小小小小小小的心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